位于马来群岛中心的普罗州岛 是国内外688种流鸟与后鸟的家园 原生千年的热带雨林是鸟类的栖息天堂 而位于普罗州北部的东马沙巴尖善天下相容必须 这里孕育着为数庞大的珍稀动植物 孕化丰富的鸟类资源 无论是原始森林或森林保护区 都聚集了鸟类摄影师的灼灼目光 其中塔滨野生动物保护区被誉为普罗州最佳的官鸟地 这里拥有至少600个鸟种 位于沙巴的塔滨野生动物保护区 是一座保护良好的热带雨林野生动物保护区 塔滨野生动物保护区幅员30万亩 占据了大半部的登特半岛 其上的达维湾夹角向海突出 从西南部的拿赌镇沿着沙石路驱车移聚中即可到达 当局于1984年 申报成立塔滨野生动物保护区 意在保存和保护其内大量的动物及栖息森林 当中不乏高度宾威的普罗州独有品种 来到塔滨的核心区 也就是来到保护区的心脏地带 游客可亲眼目睹一个无外力干扰的原始滴滴龙脑乡热带雨林 以及居住其上的生物 紧贴度假村的棕榈园 是塔滨小种哺乳动物和鸟类的美丽家园 在塔滨 游客不但可看到婆罗州三大陆地哺乳动物 猪如象 苏门达腊犀牛 和登巴刀野牛 还可看到九个受保护灵长类动物 三个受保护猫种以及许多小种动物和昆虫 塔滨野生动物保护区更是苏门达腊犀牛保护中心 保护区内孕育了大量的植物物种资源 某些以雀枝具有高度的药用价值 还有更多的有待开发研究 塔滨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几个泥火山 和咸水温泉 蕴藏丰富的矿物质 动物和鸟类经常来这儿觅食摄取矿物质 而使得泥火山成为观赏野生动物的好地方 游客还可以借此机会 尝试天然泥面膜护理 让丰富的矿物质美肤又养颜 保护区内也纵横交错着许多河流 瀑布 温泉 每每吸引游客在此栖息乘凉 塔滨野生动物度假村提供了一系列优质的自然探险活动 并临选有经验的大自然向导 向游客具细迷移地分享大自然的美妙 并把游客带往野生动物观赏地 游客可选择观赏野生动物的夜间生活 喜欢冒险的游客还可要求量身定做的旅游路线 到泥火山夜宿都是难得却可达成的体验 塔滨野生动物度假村的住宿和旅游设施 与保护区内自然景色融为一体 不愧荣获马来西亚建筑师协会的认可 在这儿舒适住宿自然美景让游客左右逢源 塔滨共有二十个森林小屋 十个沿河 十个在山 每个婆罗洲式小木屋内 或两张单人床或一张双人床 内附浴室 热水淋浴 可俯瞰立坝河的私人阳台 吊散以及空调 每间小木屋可容纳四人 所有小木屋并列 同时走篮贯穿 里边的太阳鸟咖啡厅 每日供应当地和西方美食 全年无休 度假村也提供传统草药泡脚 为了让游客深度体验大自然 保护区也建成两个崭新的野生动物观测平台 一个就近泥火山 另一个在波罗格墓上 沿河而建的吊桥和官鸟屋 让游客更近距离地给野生动物喂食 塔滨野生动物保护区还聘请了自己的安全部队 全年确保游人的安全 一切本着自然为本 现代设施为辅的活动 以自然为基础的活动 让塔滨脱颖而出 成为马来西亚旅游角的主 海伦阿诺德的一生必访一千零一个逍遥地 更把塔滨评选为 可拥有21世纪设施 绝佳体验大自然的天堂 因此 游客到沙巴要寻得最好的婆罗州 塔滨野生动物保护区 显然是您的首选 来一趟塔滨野生动物保护区 来一趟婆罗州自然赏鸟体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